台東縣議會進行第六天的憲政總質詢 那麼是由陳振宗、陳宗鴻、黃碧妹 以及蔡玉琳登場質詢 台東縣議會進行第六天的憲政總質詢 由陳振宗、陳鴻忠、黃碧妹及蔡玉琳質詢 陳振宗聚焦資本光電案 擔心傳統領域將被合約綁住20年 都必須要經過部落的諮商同意權 資本光電案的開發案的法規 我想請說一下縣長 資本光電案的開發案 就原基法第21條的規範下 這個開發案是屬於土地開發 還是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 縣長可不可以回覆 如果說依照前項當然包含土地開發 因為這個案子是屬於土地開發 所以讓部落諸人受到限制的話 那當然我們政府必須要編列一算 去補償部落 台東快速道路 花東快速道路 現在你看高鐵 高雄 平東 聯邦委員叉叉叉 高鐵就要到平東了 什麼回應可以延伸 如果算 我們有一個 一高 三高 二高 一直都有快速道路 一直到高雄 平東來 高速公路 快速道路 密密麻麻 連南大人都做起來了 所以我現在才跟你說 選領域委員 那些人太小姐 哦 你是我的親戚朋友 說一說我就回給你 台東要選擇 輕做 輕易 輕處的 來做我們的聯邦委員 台東才有福利 反正你都對不對 對 黃碧妹則要求蘭嶼開圓槓 提升設施 串聯台東富剛 綠島及屏東後壁 打造藍色公路 發展郵輪旅遊 我現在忘記整個那個 停泊的那個都已經幾乎 幾乎要滿了 那來 下一張 好 它現在是兩邊 那兩邊進出口那一帶呢 客輪 客輪進去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會有繩索 也會扯斷那個鄉親 於船所綁的那個繩索 所以第一個造成危險 第二個就是真的對我們的財產 有一個不好的一個保障 所以我希望在整個的計畫上 都有一個明確的一個規劃 讓我們的開圓港呢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進出的一個基礎建設 蔡玉琳則希望 憲浮多多發展南迴觀光 翻轉南迴經濟 部落的導覽 對他們來講是 這個經濟來非常的雄厚 可是對我們這個南田部落 就沒有了 我們公部門縣政府縣長去 拜託他們那個地方 我們如何來 一起來經營這塊股道 我想一定有很好的這個結果吧 明天將進行最後四位議員質詢 緊接著30號由政府議長質詢 記者潘俊瑋台東市報導